关注生计商业评论,思考跨人一步,免费却能赚大钱,经转自电商观察网,爱帝,王肯部,作者为无忌每天流畅,日本有家奇葩店,所有商品通统免费,全年入400万,供应商品甘情愿免费进货,品牌商主动交钱,只为让商品多花两周,所有商品免费,如何赚钱,如何吸引供应真进货, 如何吸引品牌上入住,且看这家叫SampleUp的日本小店,是如何出其不意,让挑剔的顾客和精明的厂商情愿被套路的,一起趴店,所有商品通通免费,在日本东京元素,有家大名鼎鼎的精品体验店,名叫SampleUp体验工房,此店成立于2007年7月,活了11年,活了11年,一年狂赚55万多美国, 约400万元密币,是零售商们的膜拜对象,由于生意太好,店家无奈总出款APP,那天直接减700个人,顾客需提前两周线上预约才能入店, 就算如此,队伍依然长龙不断,为啥他那么出名的,原因就在于他奇葩的经营模式,店内所有商品通通不收钱,今天的顾客随便吃随便拿,挑个五样挤走,更奇葩的还在后头,就算商品免费,他照样赚钱,照样囤积一批中时客户群体,照样吸引各大供应商 和品牌商的入住,看到这里,你一定想说,商品免费,肯定是杂牌货,劣质货,快过期的吧? 非也,此店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标准,所有商品需要经过机械的严查,保证质量过关才能上架,那么,你又会问,就算质量有保障,商家肯定在包装和体积上动了手脚,不然怎么赚钱啊? 也不是,这家店的产品虽为试验装,但有质有量,绝不是国内那种迷你型包装,且种类丰富,多达90种,包括辣条,蜡烛,面霜,面粉,以及电子产品等,一家人护客白吃白拿的小店,如何吸引厂商们入住,还年入四百万呢? 二不想赚钱的商人都是耍流氓,其实,不想赚钱的商人都是耍流氓,用江湖流传的一句话说,刺骨申请留不住,为有套路,留人心,三百类,完了就是套路,完了就是人心,星期一,交会员费才能免费,会员费这玩意儿,听着不新鲜,各个免费挂钩后,就充满诱惑力,这家店的会员体质是这样的, 每个顾客需要交一千三百日元,约八十人民币升级为本店会员,才能享用本店免费产品,且每人一次性只能挑五样,八十块一年也不贵,虽说需要提前预约,可每次预约成功,就能带走五样好货,这买卖值得,于是乎,顾客心甘情愿成为其会员,不完全统计, 截至目前,该店拥有47000会员,星期二,想要产生曝光绿旧的主动进货,流量是王道,有了用户资源,还怕没有生意找上门吗? 随着SampleLab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各大商家纷纷找上门,供应商主动免费进货,品牌商们要求,在置你价挂上自家商品,极高曝光率。 说白了,就是打广告,挂你家的商品不是不行,按时间计算,挂两周2000美元,2000美元就能曝光一件产品,两个星期,再算也不贵,品牌商们觉得挺值,一个月大一个月外,这桩买卖一拍即合。 星期三,一手交钱,一手交信息,光收会员费和商品上价费,除去人力物力房租成本,想要赚到钱还很悬。 不怕,SampleLab制造更为高明,每个想入店的顾客需在线上线下,电话访问三种方式中选一种,参与短店的问卷调查,完了后,才能顺利成为一名会员。 这样做,有啥好处,当然是收集用户信息,掌握特定的客户人群和一手资源,吸引信息咨询公司的登门造访。 这些信息,不多不多,也就一次性4000美元,虽说卖信息之途径,听着有些不地道,但对于这个时代,用户画像的精准化,于消费者,于商家,都不是坏事。 有了精准的广告投放,消费者是去选择困难症的关卡,商人们也能赚到钱,一举两得。 心机四,想升级为会员,就得乖乖填表,消费者都是喜新厌旧的主。 前来散惯了,谁想填啥文卷调查? 如果抢逼着,你自然不肯从,但有诱饵就不同了。 Semple Lab喜欢放场线钓大鱼,填写调查报告可以获得基点,一万个基点可以升级为中级会员,基点越多升级越高。 初级会员一次性只能免费带走五样商品,而中级会员再可以带七样,高级会员福利更多,可以带走十样,且还能参加商店的各种品牌活动。 动动手指就能获得免费提获的权利,何乐不为? 三免费模式里的哲学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如果有,也需要你付出点代价。 用经济学阐述就是,别人请你吃一顿免费的晚餐,你就得腾出中午的时间,还会欠下对方这桩人情。 也许在这个时间里,你可以做出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也不尽然,因而,免费从来就不是个简单的词。 免费经济学里有个故事,讲的是,上个世纪有个较急烈的老推销员,满脑子稀奇古怪的东西。 他用四年时间,造出可更换刀片是T恤刀,拿出去卖时,第一年就亮亮,刀价只卖出个五十一副,刀片卖出一百六十八门。 激烈很灰心,好歹也是自己的发明争骨啊,说啥都不能卖成这个成绩。 他苦心影响多时,终于想出了个办法,打折促销,将刀片和各种商品挂钩,便宜卖给陆军。 这群人退役后成为他的忠实客户,搞特价卖给银行,让他成为礼品送人。 靠着这种贩卖贩送的套路,一年下来,他的刀价卖出九万副,刀片卖出一千二百四十万枚。 这就是所谓的免费,将免费商品的成本转移或降低,从而取得良好的市场效果。 道理虽然大家都懂,可用起来很多人还是吃了亏。 陪女朋友逛街的朋友大概都看过这样的场面,某某点面大促销,全场清仓,物折起,买一送一。 等你进去后,事情往往不是表面上看到的,只有部分商品才打折。 卖衣服送的是袜子,打折价和别的商场原价差不多,这种情况只会让消费者吃笑,并且明白一个道理。 世上没有白来的免费,好货不便宜,便宜没好货。 预期这样被噱头吸引,还不如买件名牌,囤着穿几年。 不过,千万不要低瓜免费和低价的力量。 当今,随着消费升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不盲目从重,不过分追求低价产品。 但物美亚铃永远是商圈子不二导则。 爆红的拼多多就是个例子。 如若要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套路,就需要在免费上做文章,你不吃亏,我不吃亏,才能和气生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